咖标真 今天我们来做冰的手冲咖啡 因为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说我就想跟大家来 在希尔三种冰手冲的不同的制作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有三个玻璃杯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分别会用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称之为用冰块稀释法 第二种方式我称之为 外部物理降温法 第三种方式我称之为热焖冷脆法 这三种方法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说我就想单独的把它拉出来 来对比一下每一种制作方式 它做出来的一个区别 今天我用到的咖啡豆 是我们新上市的埃塞俄比亚的橙花 它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花香 然后有着柔柔的这种酸甜感 喝起来特别舒服 那么我先用第一种方式来制作 用15克的咖啡豆先闷蒸 萃取的比例会拉到1比15到16 但是因为要考虑到加冰块稀释 所以说我就会用适当稍微浓一点的冲泡的比例 注水注到150克 然后我再加70克的冰块 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第一种 但是用第一种方式 由于考虑到注水比较少 所以说我的闷蒸的时长拉到了40秒 那么我注水注到了150克 整个冲泡的时间大概是在1分30秒到1分45秒之间 好的 结束 然后这个就是萃取出来的咖啡叶 70克的冰块来稀释 好 第一种方式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先喝喝看 明显能感觉出来 它是有一点被稀释了的味道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我用正常的粉水笔直接来冲泡出来的 后边又加了冰块把它稀释出来的这种冰的 这种方式通常也是大部分我们制作手中开会用到的一种方式 一种方式完了之后 我再用第二种方式 外部物理降温法来制作 OK 因为要用到外部物理降温法 所以说我就准备了这么一大桶冰块 第二种方式 我的制作的比例就按照正常的一个萃取的比例来 我用15克的咖啡豆注水注到225克 1比15这样的一个比例 等萃取完成了之后 我就用冰块来进行外部降温 好 结束 整个冲泡的步骤方法 其实跟做热的手冲咖啡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冲泡完成了之后 我会拿一个血壳糊 把咖啡液体倒入到血壳糊里边 进行一个外部的降温 哇 感觉挺快的 现在已经非常冰了 里边也化了好多水 接下来我再加适当的冰块 咖啡液体 倒进来 好 那这么一杯 用这个外部物理降温法的 这个冰的手冲就做好了 你可以看它刚做出来的液体 要比刚才的那杯的液体 要稍微多一些 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萃取比例 只不过是用冰块 把它外部直接降温了 之后我再加了一些冰块 哇 这杯喝起来的话 就感觉整个咖啡的香气以及风味 还有它整个包裹在你口腔里边的这种平衡感更好 因为上一杯的冰块稀释了之后 液体喝起来有点寡的那种感觉 但是用物理降温的这一杯 它喝起来明显是有这种圆润的感觉的 它的咖啡的这种包裹感特别好 哇 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方式 那第三种方式 用热水焖蒸 然后用冷水冲泡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方式 第三种方法方式 我会用到一个小的手冲壶 或者是你用一个控流非常好的一个手冲壶 也OK 准备一壶常温水 好 这两壶水已经准备好了 那首先呢 我会先用刚烧好的这个壶里边的水来进行闷蒸 那这个闷蒸时间呢 我会稍微的控制的长一点点 大概在40秒 然后接下来闷蒸完成之后 我会用小的壶来进行冲泡 好 马上闷蒸完成 流速呢 适当的控制的慢一点点 整个冲泡的时间 其实可以拉到两分钟到三分钟之间 好 也是一个正常的冲泡比例 其实这个壶里边呢 它是处于一个比常温稍微高一点点的温度 等下过滤完成之后呢 我会直接再加冰块 这一杯这个热闷冷脆法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喝一口试试看 哇 这杯真的绝了 它特别柔和 喝起来就是特别温润的感觉 因为它后段用的是常温的水来萃取 所以说呢 这杯咖啡它可能是萃取不足的咖啡 不过 好喝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 喝起来很柔 真的是非常适合夏天大口大口的来喝 我感觉这三种方式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这种方式 我还是用它真的特别特别舒服 来不行给你们尝一下 尝一下 OK我再对比一下 第二杯 物理降温版的 物理降温版的这杯呢 明显的它的唇厚感会更强一些 然后再喝下第一杯 第一杯和第二杯现在喝起来的话 其实差别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因为它喝起来的浓度都是属于偏正常一点的浓度 如果要是一定说一下这两个的区别的话 那就是它的包裹感在口腔里边会表现得更好一些 但是第三种方式真的小伙伴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尝试玩玩看 我感觉它应该不是所有的咖啡豆都适合 它还是更偏向于中浅烘焙的单一产区的这种咖啡豆 真的喝起来很舒服 哇这口喝下去感觉好像是泡过的橙子的果肉的那种感觉 OK那今天呢 那就是介绍了这三种冰的手中的制作方式 我不知道别的小伙伴 你们有没有一些其余的好玩的冰手中的制作方式 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分享出来 那最后Coffic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